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全球趋势新闻 邦尼挖掘好新闻 我是Bonnie 新冠的疫情还没有结束 现在全球多个国家出现了 猴斗疫情 包括非洲和欧洲的多国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以色列等 都出现了确诊案例 世界卫生组织WHO就指出了 这次猴斗的疫情 不寻常的出现在至少12个 通常没有这种疾病的国家 现在还不清楚为何疫情会扩散 目前正在扩大世界各国的 疾病监测范围严正以待 身体上一块块吐起 看起来十分惊悚 这次猴斗最近又开始在全球肆虐 猴斗是人畜共通疾病 动物宿主包括镊齿类动物和林长类 猴斗症状与天花相似 病症包括发烧 皮疹 淋巴结肿大 肌肉酸痛 发冷等等 皮疹通常在发病后1到5天内出现 从脸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 一开始是突起的斑块 后来变成水泡和弄包 猴斗的传染途径 通常透过与感染者或感染动物的密切接触 或是经由沾染感染者的体液 血液 飞沫的物品传染给另外一个人 猴斗的症状通常 约在2到4周后康复 但也可能演变为重症 根据WHO的数据 近年猴斗的致死率 约为3%至6%左右 由于欧洲多数猴斗患者都是男同志 对于可能造成LGBT族群的污名化 世界卫生组织也立刻澄清 而目前并没有针对猴斗的特定疫苗 不过天花疫苗可以提供85%的保护 美国德州在5月24号发生了校园枪击案 18岁的枪手闯入了一间小学 枪杀多名尸身之后遭到击毙 事件至少造成了至少20个人死亡 德州是全美国枪械管制最宽松的地方 而这次的事件是不是会再一次 引起美国对于枪械管制的关注成为焦点 让我给你一些详细的详细 然后我给你一计算 的详细是相当事 则是 Salvador Romas 18年幼女人居住在宇valde 为了他abandon了他的车 进入于智荫子的小学校 诸表达在部队里 达到一刀 并也就曾有攻击 但是对我来自尊重提供 以本人居住的过程 正在拍摄 他自己瘋了 德州州長阿伯特在一年前才簽署法案 撤銷了德州大部分槍械的管制 讓沒有任何犯罪背景的成年人 在沒有審查和訓練之下合法攜帶槍枝 我們在這段時間知道非常少 我認為他在這段時間聽到警察 警察就像他在小學中 他在小學中 他會在小學中 他在小學中 他很快後 他真的很快後 他在小學中 我們不認識很多的詳細 這是很大的探索 但他選擇在自己的社群組織 根據了解槍手在18歲的生日時購買了大量槍械 並在個人社交網路上貼了槍械的照片 這次槍劫案是繼2012年康乃迪克州桑迪胡克小學 槍劫案之後造成最多死傷的小學槍劫案件 孟加拉東北部最近面臨了20年以來最嚴重的洪水 根據了解目前印度東北部所湧出來的洪水 衝破了巴拉克河上的一個主要堤壩 淹沒了孟加拉萨基甘地區至少100個村莊 大約有200萬人受困 針對孟加拉境內容易受到洪水侵襲 專家警告氣候變化正在增加世界各地發生 極端天氣事件的可能性 成熟變暖每增加一個程度 大氣中的水量就會增加7% 對於降水產生不可避免的影響 不只是孟加拉印度本周也有許多人因為洪災土石流和暴雨而喪命 光是印度的阿薩姆邦就有至少14個人死亡 將近9萬人被暫時安置到避難所避難 美國流行音樂天后Taylor Swift 18號現身洋基體育館 接受紐約大學的藝術榮譽博士學位 並且為這一屆畢業典禮發表演說 她在致詞當中給所有的畢業生 帶來正面鼓舞的能量 也以自己的人生經驗給畢業生建言 一起來聽聽看 生活可以重大 尤其是你每次要穩住 你的生活的部分是關於採取和解放 我意思的是 知道什麼東西要保持 什麼東西要放 你不能穩住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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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債務 在家裡的債務 他的債務 是 決定 什麼是要保持 還有 讓人家的家庭 是 好 有多地方 有多地方 一遍 人家庭 可以達到 很多 receive five living healthy offer of many wonderful simple joys you get to pick you get to pick what your life has time and room for anyway hard things will happen to us we will recover we will learn from it we will grow more resilient because of it and as long as we We are fortunate enough to be breathing We will breathe in, breathe through, breathe deep, and breathe out And I am a doctor now, so I know how breathing works I hope you know how proud I am to share this day with you We're doing this together, so let's just keep dancing like we're The Class of 22 我们可以看到泰勒斯以一席亮紫色学士袍出席纽约大学毕业典礼 瞬间引起众人的尖叫 他幽默地说自己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有一首歌刚好叫做《22》 泰勒斯十几岁就开始音乐生涯 因此没有上过大学 这一次是他拿到的首个大学学位 如今32岁的他已经是世界上作品最畅销的歌手和音乐制作人 他演讲的几个重点包括放下怨队 不要隐藏热忱 永远别害怕尝试 还鼓励学子犯错不代表失败 并要给自己喘息的空间 现在台湾新冠确诊人数日日飙升 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小感冒而掉以轻心 美国一项新的大型研究显示 新冠患者康复之后出现被栓塞 呼吸道症状的几率 比没有染疫过的人多了一倍 对身体的伤害不容忽视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即防御中心CDC的研究发现 18到64岁的成年人当中 五分之一的人会出现可能与他们新冠确诊相关的健康问题 6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 这个比例更高达四分之一 所有的症状当中 发生急性肺栓塞的风险增加最多 65岁以下和以上的成年人都增加一倍 慢性咳嗽呼吸急促等等 呼吸道症状的风险也一样高 而不论65岁以上或以下的个案 最常出现的症状是呼吸道症状 还有肌肉骨骼疼痛 因此染疫之后所出现的情况 可能对医疗体系带来更大的压力 历史上的今天带您回到1939年5月25日 这一天是英国最杰出的演员之一 电影饰演魔戒甘道夫的伊恩·麦基伦的生日 他出生在英国的兰开夏郡 麦基伦出生于二战爆发前不久 战争对于他的影响持续了很久 他的戏录很广 包括在舞台上演出严肃的沙士比亚剧作 现代戏剧或者是电影动作片 他都有出色的表现 1998年他以混沌梦工厂 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近年饰演魔戒甘道夫 X战警中的万磁王都令人印象深刻 麦基伦也是公开的同性恋者 他一直努力争取同志平权 是英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同志组织 十强的发言人 他以杰出的戏剧贡献 1991年获册封为夏集薰味爵士 感谢您今天的加入 以上是我们为您整理出来的国际新闻 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要订阅我们 同时要开启订阅小铃铛 让我们继续帮你挖掘好新闻 我们下次见拜拜